喜欢喝茶的民众得注意了 茶安风暴再延烧 北市卫生局抽茶市售茶饮店 茶行包装茶 抽茶结果发现 25件产品有17件减出残留农药 其中11件残留量符合规定 6件不合格 不合格率达到24% 不合格名单包括 州界贸易公司伯爵红茶 芬普尼残留0.003ppm 出入牧场出入洛神花 达灭芬残留0.13ppm 有没有餐饮公司玫瑰花 以及呆着里蜜糖饮品菊花 玫瑰夫人的玫瑰夫人茶 咖啡弄的茉莉花茶通通超标 停卖了隔天卫生局就来抽检 那他抽检就有验到这个东西 茉莉对超标 那我们在他来的当天 其实我们就已经没有卖了 业者强调 目前有问题茶叶 全部都以下架停卖 而不符合规定产品来源 若在外县市 北市卫生局也依请 所辖县市卫生局进行查办 可依法申请复验 只是茶安风暴连环报 到底喝什么才安心 是否还有更多胃爆弹 也让民众人心惶惶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 好 好 好